大家好,欢迎收看曹哥说听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瘦小男孩在路边捡到一个300多斤的大胖女友 从此人生到达了巅峰的故事 片名超级肥妻 诺比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婴儿时代被父母送进了孤儿院 童年时代遭受小伙伴们的欺负 成年时代又被迫娶了一个暴力的300多斤胖女友 每天遭受非人虐待 诺比特童年时代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美 两人亲密无见,无话不谈 两人还充满童真的在大树下许诺 长大后要结婚 但是不久后小美就被人收养了 又剩下诺比特孤零零的一人 诺比特身材瘦小,性格内向 经常受到同伴们的欺负 这天几个小伙伴把诺比特安在沙队里暴打 被路过的身材魁梧的阿胖救下 从此诺比特被迫做了阿胖的男朋友 长大后还与阿胖结了婚 诺比特的妻子阿胖有三个身材同样魁梧的哥哥 他们是当地有名的流氓三霸 经常欺负当地的老百姓们 婚后阿胖有个特殊的癖好 就是把诺比特打扮成各种造型 然后狠狠地扑向他 就连无辜的床也要跟着遭殃 一次次地散架 一次次地买新床 很多年过去了 诺比特的亲美竹马小美 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丽的大美女了 小美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多金 由于对孤儿院特殊的感情 小美打算买下孤儿院接替院长的事业 好让院长安度晚年 但是小美的未婚夫大壮并不同意 认为小美是在浪费资金 与此同时 流氓三霸看上了孤儿院优越的地理位置 向詹维吉友开舞厅 院长不但不肯 还拿着补鱼杆和流氓三霸拼命 这才将流氓三霸赶走 阿胖在健身房与教练石头心生好感 就趁诺比特不在家的时候 把石头带回自己家里做羞羞的事 这一切被诺比特撞了个正着 诺比特伤心地丢下婚戒 离开了阿胖 来到孤儿院做义工 在这里 诺比特与他的青梅竹马小美重逢 虽然多年不见 但是两人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 见面的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两人还约定改天一起吃饭 但是约会那天 小美却带来了自己的未婚夫大壮 这让诺比特的心理阴影面积 瞬间达到了1 流氓三霸无意中得知 小美要买走孤儿院 就私下找到小美的未婚夫大壮 威逼大壮和他们三人狼狈为奸 拿下孤儿院 大壮突然360度大转弯 同意自己买下孤儿院 这让小美心生怀疑 小美把这件事告诉了诺比特 诺比特开始在暗地里调查大壮的背景 小美和大壮结婚的前一天 诺比特在教堂里扮演新郎的角色 与小美彩排婚礼 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情感的诺比特 向小美表白 并且吻了小美 而这一切恰好被开车路过的阿胖看到 阿胖把诺比特软禁了起来 还威胁诺比特 如果再和小美见面 就会杀死小美 当小美来找诺比特 商量买下孤儿院事情的时候 诺比特为了小美不受阿胖的伤害 故意无情地说一些伤害小美的话 把小美气走了 婚礼如期而至 阿胖在家里严加看守诺比特 流氓三爸负责前赴到小美的婚礼现场 直到婚礼结束 但是诺比特还是在小美结婚的这片逃了出来 骑着自行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婚礼现场 当众揭穿了小美未婚夫大壮的伪善面目 原来大壮是一个职业婚片的骗子 小美已经是她的第四人妻子了 大壮和小美结婚 只是为了骗钱和夺走孤儿院 诺比特还带来了大壮的前妻和孩子们来作证 而此时 前夫在众多嘉宾当中的流氓三爸 想要上去暴揍诺比特 但是受过流氓三爸欺负的在场嘉宾们 纷纷拥上去赶走了流氓三爸 这件事情之后 诺比特和小美兵事前嫌重归于好 并且来到小时候约定的树下举行了婚礼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流氓三爸则去外地开了舞厅 辣眼的阿胖担当了舞厅头拍 供客人们神丑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愿屏幕前的所有小伙伴们 都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草公说电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转发和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